心动的信号,除了看几位嘉宾的感情,主持人们的互动也是非常精彩的,跟着他们一起分析嘉宾们的感情走向,尤其是炫歌,简直就是替嘉宾着急,因为浩然期间的摇摆而生气,减肥成功的杜海涛再次出现,确实是大变样。 BABY的真情流露,能让人感觉到她的代入感。 随着小屋的故事接近尾声,美对CP的感情经历也让主持人们感慨颇深,有一开始相互选择的雪球,也有在碰壁后,回头发现依然在原地等你的预言,以及后来的几位,虽然只有短短几天,但是每个人的感情经历都很丰富,哪怕是最后依然担着的派派,相信她的这段经历和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吧。 而无心的一个问题,也将关注点引到了BABY身上。 作为当红女星,BABY离婚后的生活免不了会被关注,而她经常带着小海绵出游的生徒,也让人看到了一个母亲的伟大,对比某些离婚后极致力单身人设,不管孩子的女星来说,她真的很好了。 无心的问题大概是,单身久了会不会就很难开启一段新的感情? 孟子艺和李承炫的答案都是,是,只有BABY去解释了原因。 当单身久了后,可能会慢慢习惯这种状态,会害怕重新开始一段感情,害怕自己会重蹈覆辙,继续上段感情那种不好的经历,争吵,分开。 虽说这些只是回答无心的问题,带入她的生活是不是过度解读了呢?但是没有精力,又怎么会能解释得这么具体呢? BABY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,应该是有掺杂个人的感情吧。 从她的言语间,可见她对上段感情的委屈与无奈。 从BABY对小海绵的感情中可以看出,她真的是一个好妈妈,有人说她离婚后资源变差了很多,很明显。 关于BABY离婚的原因,不清楚,也不做评价,但是从她对感情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两点,一个是她现在应该是单身状态,一个是她在上段感情中很委屈,很受伤,最终是以争吵结束,以分开收尾。